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控力差 这是第二种 平常生活中睡不好 易惊醒 怕吵 怕黑 怕鬼 这是神弱 神病严重了 形神分离 心口不一 表里冲突 你跟自己不在一起了 言不由衷 甚至喜怒哀乐发不出来 或者发之太过 还有不急 你该高兴的时候却要压抑一下 习惯了就真的高兴不起来了 太过 不急 都是失常 当其实而无其器 也是失常 该高兴的时候突然哭了 原本是伤心的却强迫自己坚强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这是反常 什么是健康 健康就是平常 还有中和 所以学了中医就知道 祝您天天平常 是最大的祝福 任何病都是这样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 有病就要跟治 不停地治 一直治下去 因此病人甚至整个家庭会忘记正常的生活 没有运动 没有生活 没有娱乐 没有恋爱 什么都没有 只剩下紧张 焦虑地跟病魔作斗争 这是什么 失常 你的鞦韆正在被人为扰乱 甚至停摆 这种情况即使你有资良 能找到全世界最好的医生 也是没用的 一个人要康复必须进入真实有序的正常生活中 与万物共沉浮 互交感的状态里 才能把病慢慢化掉 所以关于养生和调理 真正重要的是 尽可能地去找让自己安心和舒服的状态 健康人也是这样 要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方 与合适的人 以合适的方式做合适的事 这个就是养生 佛法里叫正行 正业 中医认为一切病先是神病 然后是气病 再到血病 最后才是行病 疾病先从生命无形的部分 即从精神信息的层面开始出问题 第二个阶段 到气的部分 能量格局和运行规律发生紊乱 第三个阶段 到有形的疾病层面 很多人的病 其源头是某种很大的烦恼 很大的怨恨 或者很多他们无法解决的困惑 很多时候病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 澄清 解决 为什么如是道这么重视 惭愧 反省 忏悔 先得觉察到自己错了 才有知非即离的可能 信念一转 神气也就转了 生命列车的方向也转了 当一个人的身体有大病的时候 已经是生命列车的方向错了很久了 但有一点一定要记得 信念随时有机会转回 信念一转 神气随时有机会修正 很多人对自己的生活 内心状态 身心感受无知无觉 却指望通过吃一把绿豆 几根虫草就能改变很多 这个对简单清零的小鸡 小鸟还行 我们这么大 身心这么复杂的人 要靠它来改变不那么容易 除非你是非常干净的肉体 非常清净的心灵 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 否则一把绿豆是调不动你的 一包汤药也不太容易做到 为什么现在病越来越多 越来越不好治 可以从这里找原因 一切的源头在于无形的思想 精神 然后才有了能量 然后才化生为物质 所有的病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开始 都是这么来的 真正的养生 是去感受自己 当一个人用自己的感受生活的时候 是从他的内心出发 原点是自己没有错位 现代人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去求一个东西 一个人或者一件事 总是有很多远大的发展计划 一直思考 想得很遥远 或者关注一个明星 念念不忘 不停地看这个 看那个 或者不停地讲话 不停地做事 我们以外物为原点 那就会失去对当下的自己 和周围的感受 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 不是去外面寻找一个外在的统一标准 所以在生活中 要养成用心的习惯 去感受自己 观察自己 然后至少知道 一 吃了什么东西舒服 什么东西不舒服 二 跟谁在一起舒服 跟谁在一起不舒服 三 想什么 说什么 做什么 会比较安心 或者反之 会睡不着 纠结和难过 生活中 时时刻刻留意观察自己 就可以时时刻刻调整自己 这是真正的养生 皇帝内经对养生和养神 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 甜淡虚无 接近道家 佛家成就者的状态 甜是安静 安然的意思 带着放松的 微微的甜美 这个甜 如果换成甜 即甘的意思 中药有一个原则 叫做甘以缓之 意思是所有的药 只要是甜的 比如甘草 就能让人的精神 身体的运转 包括人看待问题的方式 及态度柔和 缓和起来 现在很多病 源自缺乏缓 太急了 神就飘在外面 气机也浮动不定 既紧且乱 生理功能也就跟着失调了 但是什么意思呢 不那么在意 无可无不可都可以 于是就有了很大的空间 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而不是有所期待 执着于目标 也没有想要控制局面 所求所想的少一点 有为的习性 轻一点 佛法常说 自敬其意 儒家讲 私无邪 道家说 为道日损 都在讲 要简单一些 朴素一些 对身体差的人 小万有个建议 不要学得太多 太杂 现在不少人身心疲惫 但学习热情很高 什么中医 国学 身心灵 样样都不放过 无论是善意 还是恶意 都是意 意最好不要动得太多 当身体弱的时候 神器是不容易收住的 从中医养生 从道家 佛家来说 修心都是第一位的 因为那个时候 你的身体像电子天平 一样敏感 一个想法涌动 就会有很大的变化 人类的认知 有两套模式 一是元神 另一个是时神 时神是逻辑思维 经验判断 偏于社会化 是由长期的后天教育 环境暗示 媒体引导 从外部世界 加载而入 唯我所用的 认知模式 元神是指 本能和直觉 中国文化里 常常提到的 心法 悟性 中国古代的圣贤认为 对于天地万物 宇宙人生的 真正认识 非思维所得 非有违可尽 乃是当心灵 处于寄人不动的状态 与天地宇宙 相交感的时候 自然而通达一切 通过传统的训练方法 静坐 站桩 太极 让我们慢慢学会 不再过度依赖 于五官和逻辑思维 用心直接就能 体会当下的真实 玩 是传统文化里 很重要的一个字 不少东西 是在放松的状态里 无意中体会到的 太用力思考 太有目标 往往会错过 手指放在那里 刚开始没感觉 穴位下面 嗷嗷嗷扁扁的 这就是虚 放一会儿之后 就开始 突突突地跳 精气已至 气血开始感应了 过一会儿 他自己就会 慢慢地 开始起伏 开合 他会不断叙事 有时候会觉得 下面有力 再向上顶 而到一定时候 他会沿着胃精 顺着小腿 接通下去 通到脚脖子那儿 下不去了 为什么呢 那里是关节 这些地方不是太容易流通 而且容易存邪气 所以要打通关节 再放一会儿 他继续许事 碰 通到脚底了 原来身体里的寒气 热气 呼呼呼地出来了 等你的感知力 越来越细微后 直接能够知道 当你虚静放松 没有那么多念头 思想 情感 欲望 计划 和各种烦心事 涌动围绕时 自己的心 就像一面 相对干净的镜子 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在那里 等着你来发现 你每天面对这个世界 每天都体会到一点心的 体会到像童话里的那些画面 哎 太阳爷爷今天是很开心的 花儿向我微笑 有只蜜蜂飞过 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静心体会自身己心 感受天地四季变化 花鸟鱼虫沉浮 意气神体护感 远取诸物 进取诸身 健康养生的修行答案 在这里 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